就不敢放在身边 从你和他的接触中 你对他所说的是确信的 作为一个记者 应该说我们不能轻易的对某东西做出一个判断 是吧 只能说我们采访的什么东西 我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而且呈现之前我们可能要从侧面 是吧 做一些有什么方面的印证 比如说他说的时间问题 正因为他说的这个时间 说是9点半到9点33分 其实其他的证人也说了这个时间 但是我 当时感觉到因为他说的这么具体的一个时间 是吧 9点30到9点33分 这么确凿的一个时间的话 我想这个我可能需要求证一下 求证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居然从两条公交线路 来被求证来的东西 应该说是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 我觉得还是更贴近于他所说的这个时间段 那两个关键线路啊 总的看是合理的 因为在9点半钟左右的南方的这么一个交通的道路上 有这么多 有若干证人是非常合理的 我觉得可能还有 不像这个 建方所说的就是 一个人在现场的这种状态啊 嗯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满岳镇 因为满岳镇这个人呢 他是开车的 那么这个村里的很多人都提到了他 说他当时路过看到 那么他又是个外地人 他也没 按道理来说 你说的是一个开车的人 对对对 你认为这个证人就是开车的人吗 反正从我们的资料里看到的 就是说这个村里的很多人说 一个开车路过的他也看到了 他在南岳镇 嗯 那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个人 嗯 可以明确说应该不是这个 嗯 嗯 我当初去找到过一次 找过一次就是你说的这个人 然后呢 有人把我带到他的家里去了 但是他的 当初他出车了 没有找到海边的人 然后我要求 我给他留个名片 他爱人的死口否认 说他 而且坚决不愿意 不希望我再来 我考虑了这种情况 就算了 这就是说我说的这个人呢 是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哦 这个又是更新的一个材料了 对对 这个人其实 嗯 您说的那个开车这个人 他可能 如果说从媒体报道的分析判断 比我提到这个人 可能要到 可能经过现在的时间 要早 嗯 那么 他和你的第一证人应该不认识吧 根本不认识 他们说的有很强的一个温和性吗 啊就是互证 对对对 他这个人怎么回事 这个人是 当初就是说 这个人的偶然性更大 我碰到这个人的偶然性非常大 为什么呢 那正好我从村里采访了出来 然后呢 路口来看一看 然后呢 这个 他 当时就 就往这记者 就当时是当众 当时很多人 就大声说 说之前那天 啊说 刚才什么也本 前面都没说出来 就光说了后面说 我当时来说 我问他们怎么不教人 然后我一听 我说这个人 是不是一直说 他一直在说自己的现场 所以我赶紧拉他到一个 就躲开别人了 就到一个村里 找一个偏偏的地方 跟他聊 聊的时候呢 刚才我并没有把他当做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证人来看待 然后呢 一听他讲到什么 还一直说 刚才他的意思说 当时他看到的时候 是前任会 是吧 已经被压在车下面了 哦 我当时 可能当时也有一个出书啊 也糊涂了一下 谁也有想 既然都已经看到了 那可能就 不 既然已经被压在车下面了 那可能就 我个人判断出 是不是那是你死了 对吧 所以是不是他 他可能看到是个结果 并没有看到这个过程的东西 所以呢 后来 我是出于礼貌 给他留了个名片 然后呢 他很主动的 要给我写 给上他的手机和家里电话 嗯 到后来的时候 一月应该是1月3号 4号的时候 就是我差不多准备了 当时感觉到这个证人的驾驶 已经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突然想到这个人 我当时觉得 我说他这么 是吧 这么主动来找我 我可能 很有可能 是不是我遗漏了什么东西 也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要重新 又到南威震去 去找他 给他家里打电话 给他手机打电话 然后约到一个地方 然后呢 跟他仔细对他 我才知道原来 他到现场的时候 原来前任会并没有死干净 对 他当然不认识是前任会了 对 因为后面报道都说前任会 所以就是在前任会 对 他也有 那么他的名字和 你都有吗 对 您自电话 对 对 那么第三个 摩辛三 这个里面呢 他是 他是 看到的是 其他的证人的一些 反应 嗯 您说是从 听到前任人声音之后 从跑出来的那个 是吧 第四个呢 是谈到了这个车是原来停在这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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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实在是 往华旧村的方向去 在那个方向找到 怎么找到的 嗯 一说就暴露了 不用 因为这个特征非常明显 所以不能说 非常明显 嗯 嗯 嗯 他他注意到的那辆车是停在那里 对 对 然后就是教会 对 教会 就是 沐辛五了 那么他应该认识 是许祥中镇长 这个人 你说的朋友就是他们本村的 那位 是吧 就这位 对 这个是认识的 因为他说他亲眼看到这些人 而且当 当我作证的时候啊 播尾录音 而且当时还有 另外还有两个人 前任会的亲弟弟在那边 其中有一个人提到 这阵仗是从车上下来的 嗯 这是 这个是 一 是吧 不不不 我先是 不不不 不是不是 不是 是那个听到前任会喊 我应该是把他梦西三吧 前任会喊之后他跑出来的这个 听了前任会喊 然后跑出来的这个 对对对 他刚才前任会跑了几十米的 前任会他的转速 他是转速 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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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前任语 我刚才说话了 一个是前任语的喊声 他跑到车上下来的车上下来的车上开了 他把车上下来的车上开了 我把车上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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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向不明啊 这些是你到现场去的 弯底柴子厂 我说实话 为了找柴子厂 我去了两个柴子厂 刚开始去了华一春 春后有个柴子厂 后来发现不对 后来又去找到弯底柴子厂 去那边看情况 王小山的谈到他看到摄像头上的两次车的出现 实际上他并不能证明这个车就是最后的这辆车 他的讲述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就是这个车的房秘车身有个23号号码 23号号码好像是说现场的车就是23号号码 所以说现在问题就是 我现在也不能判断他这个到底 我只能说是根据我调查的情况 我把它写出来而已 我不能判断他到底是存在 当然我们可以怀疑他是不是作假 甚至可以怀疑他这个录像是不是 是不是改了时间 或者说甚至可以怀疑 什么怀疑都可以有 他说我不能证实他这个东西 不能证实他这个 那么在这个上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说最大的可能就是不是 就是说如果我们大胆设想的话 就是不是一辆车 甚至很有可能是一辆车也有可能 那这些话都是怀疑啊 这也不是我们那个 我当然就是分析嘛 就是说举个例 我可以说我甚至可以比方说我设置时间 我可以把比方说今天是九月二十四号 我可以把二十四号升至二十五号 是吧 那个时候我一下子从这个下来 或是二十五号 我升八点 我可以把那个 我可以把八点 把九点 不把八点升至九点 或者把八点升至七点 是吧 这个只是合理怀疑啊 这个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证据 你提到这个宏潮县至南约县 这个这是一个还是对案发时间的一个调查 是吧 对对对 就是说警方说的九点四十五 而多数人提到是九点三十的 提到这个东西啊 提到九点半左右的这个这个时间啊 不只是不只是本春 不只是本春 我采访到本春村民说是九点半 甚至周边的春天都说是九点半 所以我觉得非常奇怪 我说为什么会 但是我 我很希望拿到一个什么 物质